大家好 我是Trissie 春季開始天氣由寒轉熱 萬物由淨變動 充滿了心髮之氣 人體潛藏的元氣都需要抒發 在中醫的角度 五臟六腑之中乾最需要抒發 所以春天最適合養乾 亦是最有效的 以下我們會介紹幾款藥材 亦可以幫助大家抒乾 第一樣是當歸 它是屬於補血的藥 可以入肝補血 和改善因為乾血不足而導致的問題 例如很容易累 臉色淡黃潮水 血唇色淡白沒有血色 亦會有腰痠腳痛等等 填漆可以促進肝內的正常細胞生長 可以保護肝臟避免化學性傷害 例如酒精和四綠化碳 另外亦有活血化魚功效 如果我們長期服用 可以軟化我們的血管 促進血液健康 以及可預防很多心血管疾病 而天麻是甘潤不裂的 可以醫治乾風內動 無論由於實火或虛火引起乾風內動 引致頭暈、頭痛、四肢麻痺 都很有療效 最後是土伏靈 它可以清乾解毒 可以幫助我們排走身體的濕氣 健脾胃、利筋骨 主要針對皮膚或關節的問題去改善 而中醫認為乾能夠調節精神 和全身的氣血 如果我們乾血不足 就會影響到氧氣或氧份的輸送 人會特別容易疲倦 而乾氣疏竟更加會影響到其他氣管的運作 例如腸胃消化及吸收 或腎臟水液代謝 所以除了服用以上這些我們介紹的中藥材之外 要我們的乾氣暢通 身體一定要放鬆 而且要經常保持心境開朗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避免情緒有很大的起伏 尤其是發生氣 因為發生氣會特別傷乾 而另外同時也要做一些運動 例如一些伸展身體的運動 例如慢跑和踩單車等等 對於我們的梳乾理氣 都是非常之有一個幫助 而根據皇帝內經 隨著晝日逐漸增長 我們都可以晚一點睡 和早點起床 便可以穩定身體內分泌 不過要留意 最晚都不要超過晚上11點 因為一定要讓肝臟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才行 而春季養生之度 便在於氧乾 只要我們能夠加強乾氣 便可以改善脾胃功能 和提高抵抗力 以上這幾款藥材 大家都可以去到 Auropa四時入的網站選購 我們都會繼續和大家 分享很多不同的健康資訊 請大家繼續Like、Share、Subscribe 我們的Facebook、IG和Youtube 下次再見 拜拜